为长辈选车 安全真的很重要 除了安全之外还是安全 可是因为随着年纪的增长 我们会发现 长辈们开始有一些反应 也会没有较于年轻的时候 反应这么的快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 有一些长辈开车发生了一些意外 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则的新闻 一早七点多 轿车准备开出闹区巷楼内停车场 一开始缓缓转弯 没影响到下一秒突然加速往前 还有居民差点被撞上惊吓跳开 随后车辆直接撞上民宅 但惊险事故还没结束 这时肇事车辆冒出浓浓百烟 竟然再度加速往后倒退冲撞 事故现场一团乱 民宅店面还有汽机车遭撞毁损 周边民众看傻眼了 惊魂未定 事发在台北市热闹的东区 这里是中校东路四段216巷内 警方理清肇事的是85岁的老负责人 他失控冲撞 导致两处民宅以及汽机车毁损 警方获报到场后 这名肇事的85岁的老负责人 留在原地接受远警调查 原来他是一旁大楼住户 差点撞上的 则是好心指挥交通的社区警卫 老负责人向警方表示 自己恍神才会三度来回冲撞肇事 幸好没有搏给无辜 没有造成伤亡 老负责人接下来得面临赔偿 而这起惊险事故 也再度让高龄驾驶肇事一提 浮上台面 天哪 看完这则新闻之后 大家会觉得说 庆幸他开的是一台Volvo 这么的硬 虽然是老Volvo 不过瑞联坦克真的不是叫假的 是不是罗哥 对 这个车子是应该是740 那你不要看那个Volvo 740 在那个年代 那个车子都是有涡轮的 所以你这一踩就 就冲冲你 可能老Volvo 因为我们知道在那个年代的Volvo 购买的人大概都是谁 不是医生就律师 所以他们家事也是不错的 但是老Volvo已经85岁了 那我也不知道 他为什么要开这个车子出来 而且第一个弯 左弯 很显然 因为Volvo它方向盘要打很多圈 那个U-turn有点 有点窄 有点紧 所以他可能就对于油门也不习惯 就觉得没想到这个车子动力这么强 然后他一撞到以后 知道了那我要倒车吗 他倒车的时候更厉害 王的是啪 这个已经是好来污市倒车了 我觉得他可能是因为油门误助 我觉得是不是误采 就好像当年Volvo也曾经 被人家讲说什么暴冲事件 事实上是在那个时代的车子 油门很轻 然后动力很大 所以他一踩就出去了 就是马力全部都来了 马力很强的事实上 那当时那种的车辆 在那个时代 也没有去讲究车子的车体汇缩 以汇缩来代替什么 所以他的车子钢板 或是什么结构 是真的很硬 所以说也有人会讲说 你这个是把别人的 撞到别人可能就很幸福 汇缩区放在别人车上 对 把那个损害都在对方 被撞者身上 但是我们再回应一下 虽然老Volvo很强壮 但是我是觉得真的 年纪大了 可以不要开车 真的不要开车 像我爸80几 也80几了 他在70几岁的时候 政府开始推动 就是老年人尽量 不要开车的时候 他就已经把驾照搅回去了 但是因为他说 他有很多老人福利 坐捷运也 坐公司都打折 没错 而且他平常也不太出门 那我们都 他三个儿子 我们每个人都有车 对不对 所以如果我们偶尔要去 比如说去扫墓 去拜访星期 坐我们车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基础上 这个我们还是希望提倡 就是说年纪到了 就是还是 觉得开车很麻烦 就不要开了 好不好 这样子的话会相对安全很多 那新世代车当然 每一台能够在街上 能够合法上路 大概安全性都不错 没错 我们现在大家 你如果没有什么NCEAP 五颗星 大概也不用卖了 这个概念 所以新世代车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还是重点 年纪到了的话 可以不要开就不要开了 对 那除非说你真的在自己的 审慎的评估之下 觉得身心灵各方面 都非常的健全完整 然后你可以开车 然后反应也很OK的话 我们当然就要帮大家好好来 把关一下这个选车的部分 刚才看到那一台这个老Volvo 这么如此的坚硬 你会发现 大部分人可能一个观点就是 我要买安全的车 我可能就买进口车 高档货 买Volvo最安全了 难道真的是这样吗 昆仑哥 你有没有其他的推荐选择呢 有的 冠宇我们看现场来了一个 Focus的四门房车 你怎么会推荐 Focus的四门 他还不是说先辈 因为冠宇有些长辈 他习惯开房车 他觉得多了那个屁股 比较有安全感 所以我就想说 如果长辈们很坚持说 我一定要有那个屁股 才有安全感 那我很推荐 Focus这个四门的这部房车 我觉得我们先来看一下 Focus的四门房车 我也是很推荐他 第一个 我们说长辈嘛 他要安全 那安全除了有那个屁股 让他有点心理上的安全以外 我觉得他是真的非常安全 第一个他采用了什么 33%的航太极的膨钢 对 然后再加上一堆的高钢性的钢材 再加上抗扭剧度也提高 所以在整个车架上 主体上 主动安全 被动安全 他就已经大大提高了 在我们讲嘛 为什么他Focus 为什么在国内这么受消费者欢迎 他的主被动安全 主安跟A-DAS配好配满 配到他也可能可以说是 这个极具 对对对对 可以说是这个极具的模范针 对当初如果说大家要选择 国产车的话 又要房车型的 为什么很多人都会推荐 Footer的Focus 对 因为他真的是CP值太高了 对对对 那因为我们刚才讲 他看不见的那个李子 他真的也是很厉害 对 用一大堆这么高刚性的一个钢材 对所以大家不是说叫他 互主神车吗 没错没错 所以说这部车很适合长辈 在安全性上无庸置疑 没错 那在我们说车身的尺码大小里面 它是一个属于一个中型的房车 对不对 所以他四米六多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适合 长辈看起来不会负担 那停车也不会说 好像很难停 很有压力 因为他以前可能开的 就是这类型的车 对对对 所以他就很快很快 轻易的能够上手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除了他刚才讲 我们说不管李子 或是你看得到 看不到的地方 他都很厉害之外 我觉得他在这一代的空间上 他也放大很多 放大很多 观影我们可以来坐一下后座看看 好 对对对 好 我们让观众朋友看一下 好 像这个部分 就是如果说是长辈开车 然后你后面三五好友 邻居上车 然后这个后面的空间 的确是还蛮够的 就以往 你看 当然这是全新第四代 当然第三代之前 我觉得后座空间 真的没有这么的好 对 以前第三代空间 他真的就是西部空间 几乎是顶到椅背了 对 我之前有跟我朋友 他因为后来生了小孩 他把他之前 上一代的Focus换掉 对 就是说因为后座空间关系 后来他实测这个新一代的 他就说包括连这个西部的空间 然后头部的空间 其实都整个在 在第二排座椅的部分 还有后行影像空间 都是放大非常多的 对 所以你看他西部空间好 然后我们说后座的底板 顶台算是相当的平整 对不对 国令也比较低 对 然后冷气出风口 USB插座都有 所以你说我们的长辈 在的邻居或在的亲朋好友 其实对后座来讲 也不会亏待他们 没错 虽然说你看这样上下车 的确是 对于长辈来说 可能要稍微吃一点点力 但是他已经习惯 对 如果你习惯房车 的确选这一台 没错 没错 而且说实在 我觉得特别要值得一提是 它的什么 它的竞速性 竞速性 对 它的车舱 它虽然是一部国产车 对不对 但是你看我觉得 Focus在同级距里面的 它的车舱竞速性 真的我觉得是数一数二的 真的我觉得它竞速性 做得很棒 那再来我们看它的动力 它动力你看 它最主要 这个是1.5升的三缸 涡轮增压 对 但是你不要认为说 涡轮增压是会有爆充力 其实不会 其实对长辈的 它的涡轮增压 是一种非常平顺 非常融合的 那加上它新的一个 巴素手自排变速箱 整个搭配起来 长辈开起来一定会很顺畅 对 如果你不喜欢涡轮 它是不是也有自然进去的选择 对也有自然进去的选择 所以非常的非常的 可以选择性很多 而且不管是在开起来的动力上 或是在整个乘坐上 竞速性上 它真的是可圈可点 而且真的是 我觉得确实在竞速的 那个给我印象非常的好 就是它的这个隔音工程 做得很好 隔音工程非常好 还有像这种 现在新时代的车 虽然说它是一台房车 对不对 对 那对于长辈来说停车 比如刚才可能有些 就是妈妈们 那个要停车进去的时候 它可能就是没有看清楚 前面或左右两边 它有没有一些其他的配备 当然这个也有 就是它的倒车雷达 四眼圣的前后 各有四眼圣的雷达 然后365的环境影像系统 它都会有 就是前后左右 对 感觉好像有人下了车 跟你一样来说 来来来来 有没有 以前长辈很爱 来来来 拨着就有声 对 现在你的另外拨着就不用下车了 因为你在车内就一目了然 360度的环境 对对对 所以非常的方便 所以我觉得 而且你看 乖义它这个是国产车 而且虽然我们刚才说 虽然是国产车 不管是在用料上 看得见看不到 它都用得很好 对不对 而且最主要是 CP值 CP值非常的好 对 你看我们刚刚有讲说 360环境 对还有Corepilot 有没有 Corepilot360度 就是它是 而且这Corepilot360度 不是说缺东缺西 它是一个一整套完整的配备 包括什么连盲点侦测 都有 这些都有 前后左右都有了 对还有这是时速 就是速线 它会判别 对 辨别说现在是多少 它可以帮你自动降低到这样的一个时速 对你也不会说因为这样超速 然后每次接到罚单 你家里的子女啊 你说你为什么开车出去的时候 老是接到罚单呢 对没错所以我觉得这部车是在帮长 帮长辈开车在一路过程中 它可以帮助的非常非常多 而且降低它的一些开车场所的一个疲劳 所以我觉得这部车是为什么会推荐它 那最主要是要 我们说它是一个四门房车对不对 那在行李箱呢 它行李箱其实也有多少 也有511公升 也有500 超过500都很够用 其实非常的够用 所以我觉得如果长辈他习惯开四门房车 而这样的中型车的一个急距刚刚好 我觉得真的对他来讲 你说他我不要放弃我 我希望我还是能够自主 我要开车 我要有时候找我的三朋友亲朋好友 这样出去玩 我觉得这部真的还蛮适合的 是我们看到在台湾的市场上面 国产的车型 尤其是这个房车选择越来越少了 你看除了这个福特的Focus的四门 甚至于Toyota的Artist之外 之前在台湾还买得到的Mitsubishi Grand Lancer 很多长辈们都还蛮熟悉他的 但是听说他即将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对 4月13号的时候中华汽车法说会 他在上面大大的那个牌子 说我们有什么新产品外的规划的时候 我们眼尖的人就发现了 Grand Lancer不见了 他终于下台一举功了 这个车系走很久 意思是说没有新年事 还是说这个产品即将卖完之后 我就不卖 因为这是对于他们的股东的说明 对不对 所以他并没有说那么清楚 但以我们了解的话 他们将接下流程 理论上就是把剩下的库存 跟剩下的组件组完以后 然后上市卖卖卖卖卖 然后卖到就是让他们默默的退场 这个样子 那说真的他也老计福利了 这个车子说到现在已经十几年的历史了 虽然他们很用力的去改款 后来的噪音控制 动力 甚至连那个虚拟仪表他都给你了 看起来都很像是一台新车的样子 但他终究他的架构是一台上上世代的车子了 对 那再加上更重要的是四门房车这个市场 在台湾已经萎缩到 坦白讲现在除了Altis以外 几乎其他的四门中型房车 都快要没有能见度了吧 好像是 对 刚刚还有啦 坤哥刚才我们帮我们介绍 但四门的这个Focus 的确销售量就没有先辈车 是 但他已经算很好的了 然后再加个Centra吧 其他真的没有了 我们国产房车几乎是找不到中型房车的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走路历史 这是可以理解可以想象的 那现在问题就来了 刚刚有讲嘛 银法族或者说 比较重视CP值的消费者 其实对于Grand Lancer一直以来都还蛮支持的 那怎么办呢 未来他们要买车有怎么办呢 在中华这边来讲的话 还好他还有一款更老一点的产品 什么 Coplus 他还在卖 对 法座会上面那个Coplus还在 对 所以这个车还会继续卖 其次呢 我们也都知道最近中华汽车动作评评 因为他导入了传统的英国品牌 MG 那未来呢 MG在9月呢 这个品牌就正式跟国人见面 他到底会推出什么样的产品呢 这个我们可以再期待一下 至少他也是中华汽车储品的 那如果你对于中华汽车的口碑 或者他的一些售后 是有信心的话 这个也可以继续等下去 我们要来想想 Kunen哥 像一般的长辈 像我爸爸妈妈都会 还是会觉得说 如果我要开大车的话 我觉得欧洲车比较安全 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不一定 我觉得 其实你看 讲到长辈 我觉得长辈对 不管是对Toyota或对Lexus 情有独钟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我在这边会推荐一部 Toyota Lexus的ES这部房车 这部中大型房车 那这部中大型房车 我觉得ES它 接近5米的车长 所以它的空间真的是 无敌的大 无敌的宽敞 而且你说 长辈对于Lexus 它那种 那种关爱的程度 而且那种熟悉的程度 我觉得 ES真的是 真的非常非常的符合 长辈的缘 那我们看一下 ES这个车系 它现在引进来国内是全新的一个第七代 那它不只是空间宽敞以外 它的动力引擎配置也是真的都很符合 就是有2000cc的一个自然进气 还有2500cc的自然进气 再加上一个ES300H的2.5的油电混合 所以不管你是要挑汽油的或是油电的 ES都能够满足到 满足到长辈的这样的一个选择 那再来我觉得 ES呢 它的安全性 刚才惯有记忆到它的安全性 我们看一下美国这个IHS 这个测试 它获得了什么 它获得了 Topseptic Peak Plus的这种 安全的 进阶安全的首选 还有Plus的 就表示是最高安全首选 没错 所以它在不管是 你看它接受了 比如说要拿到这种进阶安全首选 你看它正面撞击 侧面撞击 还有驾驶座的偏位撞击 副驾驶座的偏位撞击 车顶的安全 车顶的支撑性跟安全座椅 通通都要评仙为 最好的这个等级 才能够拿到这个大奖 所以呢 所以说不要再迷信说 除了欧洲车才会有安全 那其实这个日系车 现在目前都是很厉害的 那在售价范围的分布上 我觉得你看ES200 它有两个车型 有两个售价 是171万跟189万 所以其实非常非常的亲民 它CP值非常高 而且它算中大型的房车 它接近5米的车长 所以你不管坐在前座后座 真的宽敞无比 而且设备配备 它的做工用料 都是Lexus那个等级的 非常的细腻 而且该要有的是配备 它都有 那再来我们看 它的250X Sport是208万 再往近点 那我们说刚才ES的300